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凶手就是那位卖马人 卖马人就是盗马贼 这匹马有可能就是天不扬服 丢失的千里追风闪电 居日夜速双白龙马 透准心里一阵激动 心说这次化妆算卦私房 不许此行 终于探听到了白马的线索 同时她也为这位大嫂而痛心 死了三位亲人 太可惜了 这个大嫂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了 儿子还被杀了 婆婆也被杀了 看起来这个凶手是何其多言 我必须征破此案 为大嫂一家报仇血痕 靠本想着这就问 这位大嫂 她那个右手腕上 又一块铜钱 搭的黑鸡 上班是三个一班红毛队吗 你可记得清 算卦的先生 一点都做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我那孩子发现了 就说毛毛 我一看什么毛啊 这才看清楚 她那个手腕上班 有块黑鸡 黑鸡上班 真有三根大红毛 当时我怕人家不好意思 还打了我儿子呢 这就是了 扣准心的话 我要找人就找 这个地方 这是个标记 扣准心说 民家老虚话说 这个东西叫铁生金 你看那不是个黑鸡吗 这是铁 上班那三根大红毛 那是金 铁生金呢 这样的人都爱猜 并且有可能 独猜害命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上哪儿去找 要一想 只要是有着标记 有着特征就好吧 想着这他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大嫂 你放心 三天之后 我来告诉你 这个凶手是谁 算瓜的先生 那可太好了 多谢多谢 不要客气 这位大嫂 我走了 算瓜的先生慢走 再看这位年轻的妇女 这才把房门打开 往外送寇准 要把大门打开寇准 这才离开了 屠宰相 往前走 走着走着 这个太阳可就升高了 这寇准就在肚子里边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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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看来一顿不吃饿的 一点都不错 我得先吃饭 抬头一看 旁边闪出一座高大的酒楼 上班有个横边上斜会有楼 他正想迈步进楼 那酒店从楼上 一转身 头前就走 扣嘴后边跟随 就这么的上了这个酒楼的二层 挑了个雅尖 挑软然就进来了 靠着窗户有一张桌子 扣嘴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 跑趟地把菜单拿过来了 可以 请点菜 扣嘴心的话 我点什么菜 我就是想填饱肚子赶紧走 我还有事 我说点小儿 不用点菜 我今天就想吃一顿饭 那你吃什么 给我来一盘胶子吧 那要什么馅的 我爱吃三鲜馅的 三鲜馅今天没有 你换换别的行不行 那好 那就来羊肉馅的吧 好 看爷您要机会吗 什么叫机会 机会就是醋 不能说您吃醋 那不礼望 就说您要机会吗 机会肯定受不了 为什么 他山西老仙 能不吃醋吗 再一看跑趟的扭头 往外面就走 羊肉馅的饺子一盘 外带机会上来 就传下去 时间不长 端上来 往桌子上边一放 就把这个蝴蝶 筷子放好了 把这个醋葫芦拿过来 望着一哥 机会在这呢 您自己倒 好了 再用什么 我随时教您 好 你慢慢用 慢慢用 店小二叔的话 转身出去了 这扣准 拿起筷子来 他又把这个机会 倒上 他就要加这个饺子吃饭 但是他一低头 一看 他愣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要的是羊肉馅的饺子 可现在这个盘子里边 变成包子了 扣嘴心大话 我就是再奔 我也能分清包子和饺子 又一想 管它是包子还是饺子呢 那通称主食能饱肚子就得了 就别挑这个了 拿筷子他就要加这个包子 就凭 吓得扣嘴一哆嗦 心里话什么想 顺身一看 就见有一口飞刀 就扎在了桌子上了 刀上他还带着一个纸条 扣嘴心大话 洗下了门了 今天要吃饭 肉交换肉包 我刚想吃 这里又有飞刀 怎么个意思 把筷子放下了 心里话先别吃了 我先看看这什么玩意儿 一伸手抓着刀把 把这刀 他可就提下来了 就把上边关着这个纸条拿下来 展开一看 上班写了一首大优诗 什么叫大优诗啊 就是顺头溜啊 怎么溜的 这么溜的 说悬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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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官半老道 小偷真可笑 入交换入包 吃了把命药 欲寻白龙马 开封走一遭 神头手 无影侠 寄简 飞 到 扣悬看完了 一琢磨明白 怎么个意思 咱俩写得很通俗 玄玄玄玄 天官半老道 就是说扣悬我呀 扣成老道了 这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小偷真可笑 就说这个 小偷了 挺可笑 肉脚换入包 就是这个饺子换成肉包子了 吃了把命药 说这玩意你不能吃 吃了就没命了 欲寻白龙马 开封走一遭 这是给我指引方向呢 让我找白马上哪找去 上开封府找去 后边落款式 神头手无影侠 寄简飞刀 人家告诉我了 这个人是谁呢 神头手无影侠 神头手就是神头 专门爱投爱盗 外号神头手 无影侠 是个侠客 但是你看不见人 这叫无影侠 哎呀 扣尊心的话 今天这个乞巧不少 算卦 碰上一位女子 三个亲人 人头没了 到这来吃饭 又碰上这么一桩子 谁说看来今天 我落进是非坑里了 这个乱子 还不定有多少呢 这个包子不能吃了 我说殿小二 看爷我没走 为什么 在门口等着呢 那个意思 你要添什么 你好招呼我 我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扣子这一招呼他来了 看爷您还要添这什么 我说汤官 我可不敢吃了 本来我要的是 养中仙的饺子 现在成了包子了 啊 这个殿小二 往这牌子里边 一看可不是什么 成了包子了 哎不对 刚才我端上来的时候 我还瞅了瞅了 是饺子 它不是包子 它怎么成包子了呢 可顿说你问谁呢 我问你 你问我 我哪知道 哎对对对 我不是问你 我是说 它怎么就变成包子了呢 可顿说是啊 这个包子我可不能吃 你看看 我的纸条上代写的明白 要是吃了这个包子 我的命就没了 哎哎哎 可爷 你你上后 啊 跑堂的一转身 跑下去了 干嘛 来找老板 给老板说 咋咋咋咋咋咋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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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一听信的话 咱们这个酒楼上 从来就没出现这种事情 这还了得了 去 上后院牵条狗来 哎是 这个跑堂的跑到后院 牵来一条狗活的 那当然是活的 牵着这条狗 这才上了二楼 来到扣准的雅家 这掌柜的就说了 哎可爷 您千万可别生长 啊 刚才您说啊 这个饺子换成包子了 对不对 是啊 您看他这不是包子吗 好好好 我试一试 您不说啊 这个纪检 上边写的事要吃了 你命就没了吗 咱试一试一试好不好 扣准说那可以 再一看 这个掌柜的拿起个包子来 本这么一扔 再看那狗一跳 一扔嘴 本包子上嘴里去 这狗讲了讲 古灯咽了 时间不长 好 这狗在地上 是只打滚 蹊跷流血而亡 掌柜的跑汤的 包括扣准一看 大惊失色 心说话 哦 我得感谢这个 非朝济检之人 有没有他 扣准我的命吗 我还找什么白马 我上那边 两块钱了 扣准就问了 我掌柜的 这个事情你可看明白了 可以 我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这样 我电下二 赶紧去 另换一盘饺子 另外 拿五十两银子 给这位客爷压经 一压经 二是封口费 什么意思呢 可以 往外 你可千万别说这档子事 你要往外 这么一说 可就没人敢再上 我们这里吃饭了 我们的买卖就黄了 扣准说 嗯 你放心 我肯定往外边不说 这个饺子我也不吃了 这么办 我还有事 你给我拿三个馒头来 给我包好 我带着路上吃 好好好 小孩 赶紧去拿三个馒头 给客爷包好了 里边呢 再给他放点咸菜 再放点咸牛肉 那意思 你干吃馒头也不行 这有点菜 扣准说多些了 伸手要 可以 这就免了 这就免了 实在对不起 这个事情千万不要伤外说 扣准说 你放心 我肯定不说 时间不长 一看那个店小二 打着个包 可以 这里边是三个开花馒头 还有咸牛肉 都给你包好了 你收起来 扣准一伸手 就从墙上把自己的包袱拿下来了 原来他是背着的到这吃饭挂在墙上 把包袱取下来 打开包袱 就把这三个馒头放到包袱里边 一系系好了 后边这么一背 这才告别了这掌柜的和店小二 下了酒楼 顺着大街往前就走 扣嘴那个意思 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利 我不能带的 但是肚子饿呀 怎么办 我找个地方先把它馒头吃了 但掌柜他不错 给我放上酱牛肉 他就向回头一看 道旁有一片树林 心说得 我上树林里去吧 扣准脉步 这才进了树林 找了一棵大树 大树底下有一个石头桌子 往石头桌子上 把这么一做 就把这个包袱拿下来 打开包袱 他又拿馒头吃馒头 他怎么就感觉 这个馒头包好像变大了 三个馒头 他怎么到 他有没有这么大 怎么回事 扣准心说 今天竟出奇巧事 我打开看看 他就把这个包打开了 结果打开了 你看 扣准这个人 生来的胆大 他这一次 差点没把他 裤打给吓破了 站着 就在那个包里边 哪有什么馒头 原来是三颗人头 扣准在死心一看 原来是个老太太 还有一位年轻的男人 那个是个孩子 扣准一琢磨明白了 这就是算卦的那位大嫂 他们家的三位亲人 哎呀 这个贼人手段太高 馒头换人头 肉脚换肉包 都是这一个人做的 我背着这个包袱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人要是取我 向上人头 那比叛囊取物 还有容易 可有样 他为什么不杀我呢 只老给我玩这个烟炮鬼吹灯呢 这是扣准不解之处 新大话 笨管怎么立了 我先把这人头包起来 然后想发送回那位算卦大嫂的家 他刚把这个包袱系好了 怎么就听 扣准一听就离了 这个树林子里边怎么还有马轿 难道一说我来找白马 这白马就在树林子里边吗 那也太巧了吧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扣准就把这包袱 往后边这么一背 顺着马轿的声音 他可就走来了 走着走着抬头一看 面前有个歪拨树 歪拨树下拴了一匹马 一看这匹马 头的尾长杖 耳其的尾高八尺 螳螂帽调度大提挽小竹 浑身上下入悬链 一根砸毛都不见 分明就是一匹白龙马 可有样 一看这个马的神情 这个神态 这个精神 这个气质 和他省的那匹白龙马是截然不同 扣准亲自审过杨文广的那匹坐链 枪里追风闪电 居日月速双白龙马 那是个什么镜头 什么精神头 什么气质 一看这匹马 长得挺漂亮 肉满标肥 但是一看这个神情 他又在发呆 扣准下了就乱了 这马绝对不是 我要找的那匹白马 他正着了吗呢 就听哗愣一声 好你大胆的妖道 竟敢杀人倒马 这还了当了 咋 扣准有向回头一看 面前暂定 两位官差 官差勺里边 带着贴锁链子 扣准一看好吗 给自己搭上 把自己脖子给套上 拉着扣准就走 扣准说 待会 为什么要抓我 告诉你 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早就把你个老小子给盯上了 你偷盗白马 还不算 还竟然有杀人 把人杀了 把马盗了 你这是杀人盗马的凶犯 这一回 看你还往哪里跑 走 开封府 官司你吃定了 扣准一琢磨心大话 我明白了 我这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杀人 什么盗马 我冲了盗马贼了 我冲了杀人犯了 这不是人家玩好的圈套吗 我钻进来了 我寻找白马不要紧 人家给我布了个局 我现在进了圈套了 扣准一心说 那现在我想跑 跑不了 既来折折安置 我看看下边 它是怎么一个走向 什么话也不说 脚帐着 被这两个棺材拉拉扯扯 这才来到了开封府大堂 来到大堂之上 就见公安后边端坐一人 这个人长得有特征 咱们一个大脑袋 脑袋挺大 但是这个身子挺细 跟那个马杆差不多 不担心 他还瘦 大高个子 细腰杆子 往脸上看 好嘛 一脸的横腮肉 一双恶魔 两道扫子眉 后嘴吹成坨的鼻子 那位说 这个人是谁呀 诸位 此人非是别人 他就是双凤太师 陈晚龙的长子 叫什么呢 叫陈虎 有个外号 叫干巴 骂着大头鬼 那陈虎怎么做了 开封府了呢 包大人被困木栏关 让谁来接替包大人呢 皇上为这个事发愁 为什么 包公的名太大了 一般的就接他 你接不住 单表这天晚上 西宫娘娘陈寅平 就吹开枕头风了 说皇上 这个开封府不可一日无关 你想让谁去 皇上说 我正发愁呢 娘娘说 我跟你推荐一位 你推荐谁呀 我推荐大国教 皇上说他不行 为什么 他太年轻了 是啊 正因为他年轻 才让他去锻炼锻炼 皇上一听心的话 你真会说 好吧 子彤 那就让他去锻炼锻炼 就这么 大国就臣胡 这才走马上人 那位说的 说书的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 周围一点都不糊涂 为什么 咱说呢 扣准算卦 谈理坏 陈兴 不来算卦吗 他就认出来 这就是双天官又丞相 扣准扣来功 赶紧回双凤府来报告陈马龙 说太使爷 扣准寻找白马 我不放心 我就到大街上去观察动静 结果我就发现了化妆私访的扣老心 他在那算卦呢 如果他要查清了这白马的行踪 那可就坏了 陈万龙这小子 你不有的是坏主意吗 你不是有名的台里坏吗 你想个坏主意 太使爷 别说那不好听的话 陈万龙说 好好好 你赶紧拿个主意 想个办法 陈兴说 那这有这么怎么怎么办 这才就和陈虎陈万龙 他们一家人密毛策划 想出这么一条计策来 布了个局 让扣准望里钻 这才有了 树林之中抓扣文 带上开封府大堂 就是这么一个经过 我这么一说 您明白了吗 这都是陈万龙和台里坏陈兴 还有干不骂这大头鬼 陈虎所谓 扣本不道 但是知道这是人家这个圈套 怎么出来这个圈套 他可不道 挑战吗 他被带上了开封府大堂 扣嘴骂那一带 抬头一看 新的话这不是大国旧陈虎吗 他怎么到这做开封来了呢 扣军上哪知道去 皇上安排这一切也不告诉他 所以扣军不道 扣军说大人 硬和把我带上开封府大堂 再看新虎 啪一片公案 斗 好你大胆的妖道 竟敢杀人到马 这还聊得 我来啊 把他给我拿下 手下人往上床 就抓扣军 扣军把手一本 慢着 我说大人 你得申请卫明 然后你再抓我 那你是个清官 如果说不为清红造白 你要抓我 那你就是个混官 陈虎说要到 你的身上有三个人头 你的手里边有白马 那么就是你偷的马 就是你杀的人 你是刀马杀人的凶犯 这个无疑 我抓你 还冤枉你了吗 扣军说大人 你说我杀人 那扑主是谁啊 嗯 好 要找苦主 容易 来啊 把三个人头 悬在大堂的外边 让苦主来人 再一看 有人就把三个人头 装到木笼里边了 就掉在了开封府 大堂的外边 老百姓一看 话全涌上来 正在这个时候 就听有人高声喊 和父老乡亲们 闪上一闪 让我认上一人 人们往两旁一闪 有一个年轻的女人 上风的一样 就来在了里边 一看三个人头 当时跪倒在地 昏死过去 谁也不是别人 正是流亡是汪香凌 要人上前赶紧接救 就把他救 活了 干不骂这大头鬼 陈虎就把王香凌 传到堂上 就问 你是苦主吗 我是苦主 那三个人头 是你家什么人呢 是我婆婆 还有我的丈夫 和我儿子 你来看 这个人就是凶手 王香凌回头这么一看 大人他不是凶手 他是算卦的赛半仙 再看陈虎 把脸一沉 他就是凶手 来啊 不敢推去 杀 就把扣准 推到了开封府 大堂的外边 定上庄绝 要开刀问他 王香凌 来看扣准 就说 你呀可能是为我这个事 受的凉率 但是我救不了你 扣准就说 你到南清宫送信 就能救我 这才有一段 王香凌 要敢被南清宫送信 才有八千岁 大闹 开封府 有哪一趟